嗨,这里是猫宁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废除科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除科举的问题 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 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 老百姓喜欢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 人口,土地都不清楚 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摇杆,土地瞒报的现象比较好解决了 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 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 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 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的 新学堂,新教育的新办,的确把旧教育给扰乱了 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 但是,他却把科举当作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 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观学体系逐渐废迟 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间废了不说 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 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 州县都有学官 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 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 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 那会被地方师生看不起 看不起了就没有微信 所以即使到了晚清 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士去当地方官 后来这个事儿也废迟了 没人讲 学生也不进学堂了 学堂都荒芜的长草了 所以官学就废掉了 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 原来秀才还有淘汰 但后来制度废迟 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 不会遭到淘汰 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 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 必须得有人教 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 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 他们形式各异 规模有大有小 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 有祖里办的祖学 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 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 自己开了个学习班 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 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 也能找学生 也就是说 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但有个问题在于 他们的教学 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 也就是说 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 而且都要开笔作文的 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 本来就为了诗俩字 能读个布告 看个对联 能凑合凑合就行 所以签字文 百家姓之类的运文 学学也就罢了 但是每个私塾 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 他读书不是为了 使俩字就回家种地 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 于是私塾先生 也会有意识地 对其进行特别的栽培 这种教育制度 也与科技制度相配套 它的根 可能是深深地扎到了 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 农村每个男孩子 都会读个两年书 他们倒不见得是 从一开始就为了考科举 种秀才 即使不考 他也要去学 而且 他也是跟那些 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 一起就学 换句话说 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 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 一旦国家上层 下令要办新学堂 而且把科举给废除了 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关系 就一下子被掐断 底层就开始乱了 这时 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 以前办得很有劲 虽然就学的人 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 但是总有一两个人 会去应试 而且 没有去考秀才的人 也掌握了文化知识 这对社会而言 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 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 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出去做点小买卖 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 寄个账什么的 都会方便点 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 比如过年贴对帘时 家里如果有人能写 不就不用去找人去写吗 而且若是要去找 也得找能会写的人呢 可是后来 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 没人会写对帘 于是过年时 只能拿个大口的碗 在碗边粘上墨 然后就往红纸上扣 盖几个大圈去 然后就当是对帘往门上贴了 或者说 就像是现在的城市里这样 只要花钱 就能买到写的好的对帘 但是上面的画都差不多 显得特别没文化 过去的农村 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 连牲口棚 猪圈都得贴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写的要跟自家有点关系 紧挨着的两家 还不能写一样的 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 别人家死人了 也得写个碗帘送过去 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 送多了才有面子 复告之类的 也是得要人写的 这些都不是开玩笑的 需要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才能做 现在的农村呢 似乎反倒败落了 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 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 反而是城里人差一点 农村的这种文化 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 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一旦切断了两者的联系 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 许多传统就没有办法延续 科举废除了以后 很多人就会感叹 我学这东西干嘛呀 学这些也没有出息呀 那就去学新学吧 结果都去学新学了 那就学怎么办呢 那些老叔怎么办呢 老叔不学 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 所以在新政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 晚上教老叔 也就是说 传统仍在顽固的维持着 但总的来说 秩序有点混乱 有点被干扰 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 诸如何秉帝等人说 科举之废除 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 纽带卡断了 因为科举是底层 士人上升的阶梯 现在阶梯被撤掉了 因此传统的联系 也就断掉了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就是说 朝廷把科举 当成一个教育制度 给废除了 但是科举制度 就其本身而言 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 作为选官制度 科举没什么错 以考试选官 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 但是科举的错在哪里呢 错在他把教育制度给绑架了 绑到最后 朝廷就误认为 它是一个教育制度 当然 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 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 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把科举废除了以后 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 再选拔官吏怎么办呢 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 这是个大问题 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 就是开经济特科 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 但不改科举的形式 国家不考八股文了 开始考经济学问 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 就是经世 记民的学问 和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 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 当年的第一名是梁世仪 第二名是杨渡 第三名是张一林 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 梁世仪 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 但他真是个人才 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 就是他一手主持的 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 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 而受到牵连 被搞掉了 金章铁路 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 金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因此梁世仪就默默无闻了 梁世仪被搞掉以后 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 查他查了三个月 一点错也没有 找查都难找 他是个人物 而杨渡也是个人物 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 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 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 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 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其实就他的个人主张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错 张一林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墓中 曾担任机要局局长 职长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 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 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 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 正因为此 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 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 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的内容 另行新办一种套的教育体系 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 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 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 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 而朝廷一下子废除了科举 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 除了经济特科 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 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 到外国留学 拿到外国的文凭之后 国家就能给你考试的机会 分科开考 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 学农业的 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 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 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 授予一种身份 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 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 曹如林就是通过了专门的科举考试 还有像那些学军士的 比如蓝天卫 吴露真 蔡厄等人 都是回国通过了五科的考试 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 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 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 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的措施 但这些措施却无异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 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 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 比如有县长考试 这个考试就是专门取县长 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 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 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 考完就直接上任 跟传统的科举很像 我觉得这种方式 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 但它到底是不是西方所讲的那样 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 我觉得不是 废科举的确把世子上升的传统阶梯给抽除了 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 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 比如资役局 地方自治团体等 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 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 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 当时在南方 读书人加入新军之后 可以升迁的机会要很多很多 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 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 排长 这样就是军官了 当时南方编制的新军都鼓励读书 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 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 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 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 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 是不是个子够高 有骨子力气 手上是不是有老茧 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 一看就是老实芭蕉的那种 而在南方的新军里 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馆 进军营以后 还鼓励大家去学习 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政务学社 文学社之类的组织 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 我翻资料发现 当时一个团 甚至一个营 都会设有图书馆 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 除了上述道路之外 还可以做新市民 做记者 医生 或者是银行 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 所以怎么能说 读书人的路子就中断了呢 只能说 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 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 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这是可能的 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不好说 这边受到了影响 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 这个工作丢了 可能还会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 过去曾有种说法 说铁路一通 连线的挑夫都会失业 于是 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信调查 结果发现他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 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农民出来干 但是铁路修了以后 他们真的失业了吗 并没有 以前是长途转运 现在就直接待在车站里干 而且现在的货物更多 他们的工作机会更多了 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 他们就可以做小贩 兜售各类商品 以前没铜铁路时 可没有这种机会 所以我说 过去的历史技术常常很奇怪 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 什么什么新事物出来以后 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 进而引发大量失业 然后人民就会造反 但这些编历史的人 却从来没有想过 原有的工作没了 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 有教授曾经说 农民失去土地了 就要造反了 我当时就提醒他 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 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 比在田地里劳作赚的还多 那么他们也不会 雇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 不然 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 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 就是种地 实质上真没这种事 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 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 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 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 一根尽是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与此同理 当时科举的废除 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 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 是因为废科举呢 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 直接把学堂给烧了 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 这就是我们讲的 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 冲突是有的 但在当时只是小规模的 是不足以拿来说事的 是不足以拿来说的 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实上 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实上 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实上